在智能手机上有一个长截屏的功能 我首先来跟大家示范一下 我们选一个软件来举例子 选哪一个呢 选新浪微博吧 打开了 我们现在截屏 截屏之后打开点击截长屏 这是用手机来长截屏的方法 今天来跟大家说一个 用电脑长截屏的方法 非常好看的小说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看一看 我们打开之后 点击这个向下的这个图标 点了之后 按住左键不动 好 好 现在再按一下 左键 它会提示让你保存 我们 我们随便秘密一个名字保存一下保存到桌面 现在再打开 这就是我们刚才的截图 这个软件 这个软件使用起来就这么简单 好 现在来跟大家说一下怎么获取这个软件的方法 首先我们要打开微信 然后选择威哥社团的公众号 发送本情爱语 一美人常在 里上多有往来 中间都好 要打出来 中间都好 要打出来 然后我们复制这个密码 打开这个网址 我们把密码输入 把这个下载下来就可以了 好 我们本期就讲到这里 下期再见